老前人 前人 还有我们韩老典禅师大德 感谢各位典禅师 各位前选 慈悲 厚爱成全 今代成够 回到我们正本书院 这么的宏伟 这么的充满创意 然后呢 这么新时代 充满这个新时代 新年轻人的这个 浩然正气的这个佛堂 后学有点像刘老老进大官员 有点这个受宠若惊 那能够回到这里来 跟各位前选共结善缘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么后学是 6月8号临时呢 有一个任务 回来陪伴妈妈 妈妈年纪比较大 93岁 那最近呢 疫情的关系嘛 跟人家没有什么这个talk 没有什么这个 讲话 好像有点退化得比较快 那个兄弟姐妹都在国外嘛 比较担心 这个老人家 平常很多事情不记忆了 人家突然说 你不是退休 你会来跟我作伴刚刚好呢 前几天后学 在佛堂有活动很紧张 外出正好日本下大雨 后学骑着脚踏车 去办一些事 突然妈妈还会用智慧型手机 跟后学联络 有什么大事 后学很紧张 他一直在话 我真没聊呢 我真没伴呢 你也帮我 你也真没聊 回到我做伴 妈妈 我不是很没聊 我很没胜呢 他说 你就帮我 怎么就很没胜呢 我说要功课 我现在也要功课 他说你不是做厚 你不用功课了 我听到这句话 说真的 老人家93岁了 我们能够陪伴他几次 他的要求不多 辛苦了一辈子 妈妈那个时代 他是日剧时代的 他是讲日语 他日语比后学还要好 那是为了后来 孩子慢慢长大 他还去学国语的 长径牌戴博士帽 有精修的 后来是爸爸要学电脑 才去学ABC 他是用阿姨为我去祝阴的 所以说那么年纪 这么大的母亲 他就这小小 后学如果做不到 真的是大不孝 跟人家讲什么修道 人家谁都不相信 人道尽 天道不远 所以后来 后学弟弟在南非 大家兄弟姐妹 有个公事说 那三姐 那不然就您回去 跟他作伴 他老人家也比较安心 后学就很感恩 老人家给后学这个机会 也感谢上天慈悲 让母亲能够 等呀等呀等到后学 这个是退休 真正会来作伴 所以说 回来之前 赖讲师赖摊主 给后学说 林博士要来 那你是不是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心得 后学他想 大德者跟大家分享 这个修办历程 是理所当然 后学一个小市民 什么都不会 然后呢 起步到50岁 才求得到 起步这么慢的人 有什么好 跟人家分享心得 不过后学想一想 可能就是不同的国度 在不同的文化 每一个人的这个心路历程 都不太一样 如果有一点点 可以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呢 让说 骑一下 骑一下 那个地方 有骑到 这个可以作为 我的一个修办历程的借鉴 或者是一个鼓励的话 那后学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所以说今天能够 踏进这个正本书院 这么亮丽的殿堂 真的是分享 感谢大家给后学这个机会 要谈起这个修办历程 后学就比较轻松的 所以今天服装也不准 后学告诉这个赖讲师 后学就不穿道袍 比较轻松一点 跟比较接地气 跟大家比较亲和 比较接近 那后来 那个赖讲师 好 就是让后学方便 所以很抱歉 请大家原谅 今天服装也不准 下次如果真的有机会 后学会专程做这个PPT 然后跟大家正式呢 一同分享 一节课的话 那也很开心 那今天我们就简单 能说多少做 后学没有在打稿子 稿子都在心里面 那后学就想一想 后学这一个 分享历程 我们就当做来吃一顿套餐 好不好 我们有前菜 有主餐 最后一点甜点 可以吗 可以 好 那么讲到这个前菜 说真的 有点戏剧性 各位前学有没有人 是相亲结婚的 没有 都是既有恋爱的时代了 后学是六四级毕业于台中 民生路这边 是一般的初中最后一届 你看这个年龄推下好老了 对了 算数一百分 所以说呢 那时候要考进这个十专 确实是不容易 那我们那时候 尤其是女生 然后那时候还不认识 叫昆道 女生要考进这个 师范体系 真的不容易 我们那一年呢 男生收一百三十个 女生一百三十个 可是一个考场里面是五十个人 平均的就五十个人抽一名 这个中奖率是真的 投考率是非常低 但是呢 有一个条件 我们是公费生嘛 国家养的 吃的穿的用的 住的全部都是国家公费 理所当你毕业呢 就是要服务五年 可是后学呢 毕业是六四几 六四年 毕业以后还没服务五年期满 就讲起来 是被追着跑 追着没办法 后学学校的校长来说 有一位从日本回来 要找媳妇的这个邻居呢 你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什么时代了 我还去跟你认识一下 实专的时候 那个女生说是前门人家学弟妹 有来说 谁谁谁 有前面外找啊 后门也有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人啊 外面外找我都跟他们说 你们去跟他们说 我不在 学妹很可爱嘛 都去跟那个前门找的 后门找的 陈学霞说她不在 真的 这很清晰的 这样让人家找我了 可是呢 你们都不知道 毕业以后 这个校长说的算嘛 他要来这个 相亲 一个从大阪回来 听说相亲 以后的四十几位 都没有看成的 从大阪回来 他的主家是在坛子这边 那这个 他的主家 就是主家 可能都是台中市长 林端堂这一点 简家是很早在清末的时候 就是世家应该是都不错 都是医生 世家都到那个汕头那边去当医生 他们去日本留学 也都是大部分都是当医生 反正讲起来 这个家是不错 那所以说来提亲的时候 爸爸被真的疲劳轰炸 相亲之后 我就在 这个风格相亲 妈妈就说 人家就来啊 就断个茶给人家喝 那时候好像也没有茶叶 像我们正本的茶叶那么香 那好像没有茶叶的 家里有蜂蜜 就到着蜂蜜茶就去端产 等下端产进来 妈妈还有红包呢 很惊讶嘛 我们这个时代哪有端茶的 没有 妈妈 说要不然我们一人粉一包 红包也粉一包 反正就这样 没当一回事啦 当好好玩 所以不能当儿戏 婚姻不能当儿戏 那没有办法人家看上了 这个阿公从人话这边 每天一大早就走路到那个竹子坑 我们家住的比较香香 那个领奖师就知道 每天一大早就走那么遥遥 阿公走路去跟爸爸说 无论如何把你这个女儿 嫁给我当这个 我这个大孙 做媳妇啦 就是反正讲得很恳切 就分析他那个状况 无论如何 你这个女儿去到我们那里 我们就好好照顾 好话说尽 过了几天 日本婆婆也回来 公公也回来 她的同学都是早级 一中毕业的嘛 对不对 一定是什么 第一信用合作式的老大 第二第三章 反正都同时老大 那个时代 可能就是这样子 那一下子这个说 爸爸已经都没有 不好了 答应他们去啦 就是这样 妈妈也是被那么烦得不行 哎呀 你就答应的时候 我说哈 我就是文也不会呢 怎么办 赶快去那个IMC 学一点好了 这个男孩子也很有趣 他们叫姓杨 他看了以后 好像像了那么多 好像就是看到后选 可能还是觉得 满满意的吧 大概是这样子 后选有点不幸 他就从NHK去学中文 就是每个礼拜 都会写那个写信来 信都是爸爸在看 因为我看不懂日文嘛 爸爸要负责看信 这么样的机缘 怎么会也这个亲事做成了 我就会莫名其妙 然后后来婆婆也跟爸爸说 你的女儿得带我们大阪啊 我会煮底咖 煮饺给他吃 我会煮一点中国台湾菜 你不用担心 我会让他去念日语学校 让他把什么都学会 这个人不能太傻 善良的人一定会被人亲 就讲人家讲的话 可能都是相信了嘛 就傻傻的 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开放 什么观光签证没有嘛 就结婚过去还要一亲生活什么 就这样嫁过去 哎哟 真的 第一天到达那个家 不得了了 啪出汤啊 铁皮屋 讲得那么好 他这个儿子是他们在经营大饭店 他是大饭店的 这个小开 这个样子 人都已经过去的 飞机也落地了 也不能说赶快我再跑回家 也不太可能 就寄来之则安置 我们受过这个礼教 我们比较严格嘛 尤其那时候石砖 我们都是还军事教育长大的 就是我不能给台湾人丢脸 我们做台湾媳妇 要给台湾人留一点颜面 爸爸是我们竹子坑的 爸爸很有威严 他就是为淋你做很多很多事情 大家说我们真的要担吗 大家都叫他担如一公 声音很大 我们在二楼的话 他从一楼 我们都会赶快跳起来 这么严厉的爸爸的儿女 我们不能给爸爸丢脸 不能给他向你 但是后学全部都得忍下来 也不敢说 去到那里要给家人 打电话报平安 电话线也被切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家庭的经济 有坏到这种地步吗 离谱到这个地步吗 真的是有点离谱 可是你来了 没有办法了 那很快女儿也要诞生了 就这样子人下了 后来慢慢的不到两年 后学病了 病得起不来 那个什么 假算欠肌冷抗计 去给医生看 医生告诉后学把老公 叫这个太太的病 要回娘家去禁养 这个日本话 这样 就是那种 假装腺 就是那个什么 抗肌 就是那个分泌 不平衡 就是太紧张 那老公 照理你把我赢过来 应该要照顾我 不是 你怎么可以 你进来就是要帮我们家 服务到底 婆婆身体不好 小姑小叔 全家人那么多人 都是后学掌息的责任 日本话也不通 婆婆怎么沟通 她有一天说 我刚刚把胡椒拿给她 他们说 龙不菜 龙不菜什么 我不知道 胡椒是菜刀 她说你菜刀给我 我拿个胡椒给她 她当然要生气 可是胡椒 胡椒跟胡椒不是很像吗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去买菜 反正这生活上的困难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前菜呢 一点都不好吃 然后不到几年 病倒了 只好回台湾 动手术 动完手术 比较能够思考 那个甲状腺技能 一起来的时候 你那个心脏跳顶 真的没有办法思考 下来我知道 我必须要走出去 找一条自己的出路 这时候 很不可思议的 我的干妈 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那我们有 住这很多眷村 那眷村里面 都是那个 蒋宋美宁 他在照顾这些 眷村的这些眷属 他有一个秘书 叫皮密书 他来给他们开会 开会完呢 他就说 你们这些眷属 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我的干妈就说 哎呀 我的老公是一个 芝麻点都不大的小官 没什么好 拜托 倒是有个朋友 他现在日本 他是 师范体系专科毕业的 有没有人能够 帮他找一个工作 这个皮密书 二话不说 马上打电话 到神户那边 因为他是国民党的一个海外支部 打电话说 我有这样一个人才 能不能帮他找工 然后呢 后学乡 有也可以 没有可以 一回到大阪 这个秘书呢 马上写信来说 你到我这儿来 正好大阪中华学校 缺一个老师 中途出缺 你能不能校长急着 要我帮他找人才 我什么都不懂 我踏出家门 大阪什么样子 我都不知道 也没做过电阵 真的是 香巴佬 可是呢 没有办法 你踏上那个环境 也没有人体谅你 语言不会 环境不懂 这个文化不懂 也没有办法想象说 要照顾你 这就是 我们自己拱打 拱打拱打 就要自己承担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是后学人生的 一个大转折 他一介绍 然后我说很害怕 我不当 他说你坐计程车 到我这儿来 我帮你付计程车费 就去了 那天还很紧张 因为孩子那时候 已经刚好满三岁 去了以后呢 他就拿一个介绍信 你去找大阪中华学校的校长 大阪中华学校在哪里 我不知道 然后那个 他就告诉我 从什么地方坐车坐 那天到 校长高兴的不得了 那我说不行 我有一个孩子 他现在如果 要人照顾 我没有办法来上班 校长说 我学校就有幼稚园 学生才三个 你的孩子送才第四个 老师理所当然 我说 真的是 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吗 没有想到 可是幼稚围 老师说不行 我们要满四岁 可是我孩子才三岁 校长马上跟他说 学校的老师就在身边 你能收 校长一定是全权做足 校长网开一面 没有想到 进入大阪中华学校 人生又是一个转折了 好 那在大阪中华学校 进去 哎呦这个学校 真的 乔校跟台湾的学校 是很不一样 资源不足 师资不足 这个资源教科 什么都不足 我看一看 我跟校长建议 校长你这些书 后学来帮你 从台湾再引进一些 我必须教学要用的 校长很开心 马上就让我去教 那个小学一年级 这么一教小学一年级 以后家长都 那个陈老师 如果不教小学一年 我们都不要把孩子送过来 学生本来只有三四个 教到快十个了 十几个了 超过二十个了 校长很开心 他终于 然后生理没人担 担到做不开 你现在总是你要站起来 我们也是知道 你不能守足待兔 要走出去 我们师范体系的理念 或许是台湾政府养大的 我们要回馈中华民国政府 我们对我们政府一定要绝对拥护 不管在怎么样 海外你要传扬中华文化 只有中华学校是最理所当然 我们顺便介绍一下 日本有三家 我们台湾系的桥小 东京 横滨 大阪 横滨是国父纪念校 一百二十几年以上的历史 非常的老 然后呢 东京 比我们大阪再大一点 两所学校都有高中 但是大阪年纪最轻 还没有高中部 但是也是进步最有空间的 那后学很幸运 懂事进入学校 学校一直在改变 学校呢 说真的 我们道场主要在培育人才 真的国家的希望在哪里 在教育 教育的希望在哪里 在人才 道场也是一样 所以人才是一定要培训的 一定要培育 校长呢 遇到我不知道说 帮他怎么样找 找比较优质的人才 否则那个老师都没有资格的 留学生的太太啦 这些官员的太太就来教 他不是专科嘛 一定是方法不是那么的OK 学生办不起来 你学校理所办不起来 那好 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 总是或许至少 有看到天空的一顺曙光 走入学校 自己有薪水 第一个月的薪水 因为婆婆不准我出去上班嘛 我第一天要出去上班 他走走走走到巡回 要把我拉回来 我这次很坚决 我说 我今天跟校长讲好了 哦 你给他听就大 对婆婆那么凶还敢 我就把孩子也带走出去了 结果呢 他到处去告状 告诉那个老公 老公说 那就当他去吧 他自己找的 第一个月薪水 我整个薪水都没有开封 我就交给婆婆 我吓死了 他有四个孩子 没有一个人把薪水是拿给他的 他不晓得怎么办 后来问老公 他说不然你就拿三分之一吧 他说我的孩子从来没有给我过薪水 他也乐意 至少盼在这个 有一点 有这个零用钱 他就帮我带孩子 我的孩子那时候是要上幼稚园 可是呢 学校要挤那个电车 我们的玉塘金线 大概去过 大表之后 那个玉塘金线 早上请了留学生 把那个人都把他挤到那个玉塘金线里面 是日本最复杂 然后人最多的那条线 或许也舍不得孩子这么挤 还不知道别的线可以坐 反正就是婆婆帮我带孩子 很快就进入这个幼稚园 幼稚园上两年 上我们中华学校 那走过这一波 再来呢 公公也有意见了 你才生个女儿 我们一定要生个儿子 否则不能传宗接待 他是从台湾去到日本嘛 他的长男一定要有长孙 哎呦这怎么办 还要生长孙 可是那个 那时候校长 让我做那个训导主任 27岁当那个训导主任 很辛苦 我想说一定要把这个训导主任丢掉 生个孩子就快要丢掉了 没有想到生了儿子呢 不到三个月 校长就说你生做教主任嘛 反正去到中华学校 就一直跟这个主任是离不开 总是有一些在桥界 在这个华侨的心中 中华学校好像有一点点起色 那这样也是对学校是好的 对我们国家也是好的 可是呢 人生很难说 我以为这一波这一折的好了 没想到 等我老二出生 我带回来给妈妈 带到一岁左右 我就带回去了 这时要把他带到学校附近去 请人家照顾 我才能够上班嘛 手里牵着女儿 背上背着儿子 好辛苦 每天要一大早 因为先生是 他不是正职工作 一点点薪水 每天早上一大早 给他做爱妻便当 然后你才有一点点薪水可以养家 这么忙乱的日子当中 有一天不小心发现 我这么辛苦背着孩子 牵着孩子 他去带公司的小姐 去游山玩水 本来是很勇敢 我每天鼓足力气 就是为了直直的 只看到前面 直直往前走 这次我脖子 像轻轻 怕不怕 我在冲事 我来到这里 我陈雪霞来到日本 是为了吃苦的吗 怎么遇到这么没有良心的人 后雪就 真的 在那种状况之下 各位浅贤如果有经验的 要听一听 真的 那个电车滚滚滚 跳下去一了百了 不是很轻松吗 在那种场景之下 外国人 国际通温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失败的 像这种情况多得很多 只是后雪还算是命比较坚弱 因为背上有孩子 手里有孩子 你忍心 自己 看清自己 没有办法 只有咬紧牙根 向前走 然后这波 算是忍过来走 再过了一段时间 公公做生意失败了 连住的房子都要被 法拍 那个地下钱庄拿着小枪来 到家里来 要还钱 不还钱 手枪来 我的孩子才那么小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来 只好面对这个现实 有一批生意三千万 这批生意做不出来 公公的这个房子肯定就是要 要拍这个生意就算失败 我们孩子虽然小 可是那时候已经到初中 妈妈 我们没有财产可以继承 我们不能继承债务 对哦 后雪傻傻的 就怕背叛人家 我有个弟媳 娶的是日本 她跟我说 内山 我们不能 一定要赶紧办离婚 办这个离婚手续 万一怎么样 你至少还有自己带着两孩 不要背负那个债务 后雪就咬紧牙根 去办 日本的这个区域所 是5点15分 就是告一段落 想说她这一般去生意去谈 如果谈成了 我理所当然不能背叛人家 我们华人的这个传统就是这样 假计随即 滚到最后嘛 可是我等到5点10分 11 12 没有消息进来 我只给自己3分钟 15分钟把他提出去 这个离婚的 这个我们 这个离婚 学习书提出去 那个日本政府就会 看你孩子是归谁 大概是跟台湾的 反正这一波又过去了 好 走啊走啊走啊 走到50岁的孩子 慢慢长大了 家里的状况 还是不OK 每天晚上到11点钟左右的时候 孩子的那个 就是那个 遥控 也会飞出来的 筷子也会飞出来的 刚烧好的水壶也会飞出来 家里到底出什么状况 后学自己不知道 因为我们迷在里面不知道 后学那时候50岁了 后学 因为一直 都没有跟 后学一直 因为干妈是那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只告诉我 学霞你到 那么遥远的地方 有什么困难的 就你下地下头来跟耶稣 祷告 让耶稣帮助你 后学呢 就只能够这样子 可是呢 这时候我只能够 上帝 真的有上帝的话 你一定看到你的孩子 苦到我的忍耐 已经是到最后 最后极限 你要不然就把我带走 要不然就是让我从零开始 结果上帝很慈悲 你那个低下头来祷告的 一定是跟自己讲话 子少学那时候没有求到 不知道 原来是跟真人讲话 那个其实 一念通天 只是我们没有那个 九道而已 这个时候呢 一切归零 房子也被拍卖了 后学带着两个孩子 一点点存宽 也被朋友呢 然后春春都带走了 真的是从零开始的 我就举双手 已经要投降了 没有办法 真的是苦到我不行了 这时候伏击 我们的大帝呢 从南非 写了一封信 三姐啊 你跟妹妹呢 你到南非来走走 天那么大 地那么大 海那么大 你不要在日本被绑死了 因为后学 就是在前一两个月 回到家 爸爸妈妈 我们那个丹路一公 跟我们妈妈 看到糟糕了 我们这个最疼爱的三小姐 没想到她 她现在好像不会笑 也不会表情也都僵硬了 后学自己很清楚 人说 哀莫待遇心死 那个心是死了 为什么 我们那个心是有能量的嘛 求到要才知道啦 她需要佛光普照 需要吸收正灵 需要插电 没有电可以插 没有电可以冲 这个躯体是没有用的 真的是你随时都可能崩 就结束自己了 那后学那时候想 感谢弟弟在那边 既然这样 后学就去南非一趟 就算今生五十岁结束 后学也就认了啦 然后呢 哎 这次我们现在开始要进入 主餐啦 钱菜到这里不太好吃 开始要进入主餐 好 对 主餐 也有很多的味道 那就这一天呢 我就跟妹妹 我们中华学校 就像刚才那个 哪一位点传师说过 讲师吧 日本三学旗帜 我们12月24号是放寒假 要迎接日本的新历年嘛 24号 后学就回到台湾 跟妹妹就配合在友 我们24号从台中出发 从台湾出发 好像要到香港还是哪里转机 到了那个 East London 到了东伦敦 正好是12月25号 那时候呢 他们都是放假 放那个Christmas 跟那个 New Year 就是放从 圣诞节 一直放到新年 外国大概是这样子 照理没有人 可是呢 有一位 他们称他为点传师 可是后学只认识耶稣 你什么事 我都不知道 那还有弟弟 一位拜把兄弟 他们说叫做成讲师 你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这一生 什么都不骗 不怕 我只怕被骗 不要骗我 真的 可是他们就来骗我 吃完饭 那个讲师就 三姐 我们来求道 你在说什么 不要说 不要再来骗我 弟弟就说 曾经后学过 弟弟自己的人 不敢讲耶 怕说被反弹 可是弟弟家 有一个佛堂 那我想 弟弟不会骗我嘛 那个弟弟的朋友 这么真诚 我们不要切到人的意 那跟妹妹两个人 弟弟跟弟媳妇在家 他们也不能做饮保 对不对 好像他们的 规定是这样 可是什么事 到后期 是完全不懂 完全 完全 与其 人家说 半信半礼 或许是完全不信 我只信耶稣 然后那个点传师 就说 好 跪下来求道 传着三宝 传着三宝 等一下 复起三宝的时候 我只问点传师 我们那个点传师 姓程 程 月照 程点传师 说一生都感谢他 故事 他进入这个主场 一直都感谢他 从头到头 求完的 点完三宝 传好 我只问点传师说 我有没有背叛耶稣 点传师说 你没有背叛耶稣 耶稣还叫他的 牧师来求道 他还捡了一个 三期的那个 一个什么 对 给我看 我说 好 这样我相信了 这么难的 我想耶稣 他不会自己发明 去教那个牧师 那我相信 我没有背叛耶稣 是在问 你点在哪 不晓得点在哪 还是点在哪 也不知道点在哪 反正都都忘记了 复习 但是呢 点到哪里都忘记了 三宝当然不会记得 可是呢 点下去 醒过来 内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天我们就开车 到那个开普顿 这个开普顿最高的山上 看那一边的大西洋 一边是印度洋 然后呢 一边的海水是绿色的 一边的海水是蓝色的 好美哦 可是那天的海 特别的海浪 特别的 妈妈从台湾打电话 你们不可以到海边去哦 现在那个南亚大海啸 非常的不得了 死了好多人 哦 是这样子 我们在那还没有讯息 那时候有那个 资讯有没有那么发达 路上回来 哇 原来那天正好是26号 南亚大海啸 就是真的是赶在那 那个 就是我们说 最后一班车 求得到 然后呢 回到这个东伦敦 要回台湾 点传师给我一个电话号码 03 日本的03起头 回去后 你不接近到场 那个点开的那一窍 就在合起来的话呢 很可惜 告诉后续要接近到场 后续就说 好像曾经学校 有家长来告诉主任啊 我们去拜拜 后续在那个校长室门口 然后在那个办公室门口 我说你们这么迷信 才跟你们不一样 我赶快就逃走了 不能再骗我 后续在日本 不能再受骗 可是这时候想起来呢 那个 可能是有这个 怎么讲呢 input进去了 就好像曾经有 我就去问那个家长 你们说曾经有个道场 是这个电话吗 他们都笑 陈主任啊 03是东京 你不要去那么 大阪中学号 走路不到五分钟 有个佛堂 你来我们这里好了 我真的要给 可是这时候学是自己去找的 2025年 2005年 2004年的12月25 求得到 2005年就是隔一年 我们日本是四月 硬化开的时候 是新学年的开始 这次开学了 后学自己抱抱着我 我就自己去找 问那个家长在哪里 他说在哪 我就走到那个地方 一个大楼前面 叫个五元五元之利 找五元的那个 那个什么 咖啡shop 你去那里 我在楼下等你 后学战战兢兢走上去 一进那个小小的佛堂 有一个法轮 是先佛的圣训 八正道 后学看 人生 人间 怎么有可能 这么美好的诗句 谁批的 他们说是先佛 我先佛是什么 他们也讲不清楚 不过后学看那个圣训 太美好了 后学告诉自己 今生我一定要握住自己生命的法轮 我现在是倒转的生命 但是呢 我要把它再倒回来 哪怕我进了三步 退两步 我还剩一步 我一进进对岛路 要把它转回来 从那天开始 其中有个道琴 也是我们的家长 每次他一来佛堂 大家 陈老师你要不要过来 我什么重要事 我丢得赶快就跑回去 好像那个佛堂 就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很大磁铁把我吸进去 就这样从开始 我的修半生 修没有修 半也没有半 只是每天都回到佛堂 然后呢 有一位他们说 有一位台湾来的点传师 姓周 周立青点完师 是我们日本开荒的点传 常盛单位 开荒点传师 那个道琴就 他今天要来 我们去见他好不好 我是好啊 四月回到佛堂 六月这个点传师 从台湾来到日本 他开荒点传师 但是他很不容易 年纪很大的 他是八十岁重新出发 他六十多岁的时候 领命当点传师 去开荒日本 可是呢 很辛苦 那时候没有什么 这个观光线 办得很辛苦 反正没有办得很开 到了七十 到了八十 他重新出发 来到日本 我们是第一次见到他 一见到这个点 他说不晓得 为什么后续 那个眼泪 就哭得不掉 好像几条手帕都不够用 好像人家说 怎么重逢 一个故人重逢 那种感觉 点传师也很害怕 怎么搞得 把你弄哭了 抱着后续的脸说 你很善良的 你这个人很善良 到底善良不善良 我不知道 反正眼泪就掉个不停 不停话 等一下呢 他就说 跟我们讲一讲话 你们有什么难题 要问我吗 好像我们很多 疑难杂症什么的 我们五楼 是一个小小的佛堂 那个资本就是 寸土寸金嘛 那个mansion里面 就是点传师 捐两个房间 一个是佛堂 一个是点传师 休息的地方 他就带我们到七楼 烫个面线 加一个麻油 就是我们的晚餐 所以我们看 你刚才回到台湾 这么的丰盛 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吃了面 就说 有什么 正好有个清水的 这个 华侨的媳妇 她跟后续差不多 她有很多的苦水了 婆婆虽然不是日本人 但是呢 是华侨的二世 也是非常的严格 就提提提 他说啊 对啊 有什么难题的话 对啦 我曾经老大的孩子出生以后 很快就有老二了 可是呢 我不能那么快有孩子 我就让他跳跳跳 想不想把孩子跳掉 后来真的掉下来 扁传师不可以 这是非常大的罪 后续在旁边扁传师 你是老到什么时候 现在科学这么发达 医学这么发达 理所当然嘛 不合自己的 这个职贡 不合自己的这个计划 当然理所当然 是要拿掉咯 扁传师说不可以 那是什么意思 后续完全不懂 那他就说 那你们最好 立个愿 把这个罪吗 把它处理掉 财使法使 我又说 后续那时候想 啊 这个 你们说一贯道 真的是骗人的吗 要花钱 啊财使要多少 啊我们那个 还好那个道琴师 说明里可能就是 他有抓住这个机缘 那我想他做了 我不做 我跟他那么要好 好像也不能没面子嘛 就跟着他做了 反正是不懂 但是点传师说 我都按着做了 然后呢 马上就到 佛堂来说 佛前来 你们立一个愿吧 我什么叫立愿 吃素三个月也可以 哦 是这样子哦 再 吃素怎么吃 你回去锅子洗干净 以后你就是碰昏的 啊 这样子哦 但是点传师说 我们说财使法使 武艺师一起做 法师还好 后续身边很多园人 都是对后续 有恩的 后续是一个 知恩感恩 要报恩的人 把他们都找回来 最好都求到 财使法会都做了 过了 一个月 这个点传师要回台湾了 后续就 道怎么那么好 虽然我不认识道 我看到这个道非常的好 好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反正进到这个佛堂 我觉得很安心 有什么事情 他说你回来扣手 我一回来扣手 三百块 就是眼泪 泼啰啰啰 掉的不行 然后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哭 我就告诉这个点传师说 你有没有这个下令营 我回去参加一个礼拜 我就毕业了 有没有这样子的 点传师说 好 我来教室看看 如果有的话 就让你去旁听 然后八月我们放暑假 回来了 真的 他就 那个长圣宫 佛堂虽然不大 但是还可以装了 不少点传师 装了不少这个班员 但是后续是完全纯白 你们是什么师 我统统不知道 我知道 坐在最后面 挤了一个最后面 那个位置 说给你们旁听 结果中午吃饭 后续就不晓得为什么 眼泪就是掉的不停 他们就说 先佛灵坛 什么先佛灵坛 这个 季光老师讲 季光是谁 反正就看着 很黑咖戏的 那个黑咖戏上 帽子戴着奇奇怪 贴了好多的布丁 衣服穿着怪怪的 好多的布丁 裤甲又扔了一甲 背上还拍的一个毛巾 好奇怪的打扮 他是谁 他们说是季光老师 季光老师是谁 后续完全不知道 所以最纯白 也最真 没有想到 这个奇奇怪怪的 老师从前面走到后面 后面走到前 走了好几趟 走到后续旁边 你使命与为师是一样 所以你会哭个屁 你还知道我是老师 跟你使命一样 不说还好 哭得更严重 老师你到底认识我多少 没有想到等一下 那是人家的班 讲师必班的一个班 从来听说没有幸福灵坛 内侍是第一次灵坛 照理应该是给班员慈悲 他给我们日本回来的四个人慈悲 帮我们一个一个叫前面来 在黑板上写上 请礼法 叫第一个去你要认哪一个修 第一个很聪明 不是很聪明 而智慧 在礼的下面画了一横 然后第二个在一横 然后在一横一树 或许是第三个 在一树旁边画了一小横 第四个在一树旁边画一横 正本的正少了什么 少了一横 原来是有一个人应该带我 他那次没有来 结果季工老师算是第一次见面 他跟后续讲了很多话 你从今以后做你人生的主人 过去那些都只是过程 从今以后不仅做人生 做你自己财富的主人 慈悲了很多 然后呢还跟我们说 土耳门九月再见 先佛跟您约会 还要跟我们九月再见 然后就让你们回去吧 哎呦在先佛既工老师 你们看哦 那个吃过苦的气质 什么气质 真的不知道 很害羞 但是没有想到 这是第一次跟既工老师碰面 真的是师徒重逢 哭那么多 掉那么多泪 原来是有原因 只是那时候不知道而已 到了九月 我们那边大阪开发会 后续那时候班员 四个站在最前面 后续是第一次当班员 穿得很整齐 一站起来 哎那个乌鸡上又出现了 一进门学校 我没有见了 你怎么没有家 还知道我叫学校 太不可思议了 人生那时候真的是开始了 然后呢 后续才当第一次当这个班员 根本没有当班员 有一个借了人家 灵影式的一个讲师来当翻译 我们自己没有人才 当翻译 然后呢 既工老师等一下就告诉后续 你要跟他多学习 一个像张文 我们林荣哲林博士 跟他那个是很熟的 好 我一师现在拿个万年轻 我一师现在拿这个 你手也要这样比哦 好 现在开始要放感情 哦 老师这么一说 眼泪就到这里 哽咽的讲不出话来 先佛 话里有天机 咱们傻傻的不知道 原来他是在教导我们 他这么教导 其实就把正能量就是告诉 就把这个 带天宣话 翻译的这个 我们说诀窍 也就是交给你了 可是呢 不懂吗 然后再来就是看 先翁临坛了哦 先翁一临坛 哎呦这个乌鸡胀更奇怪 玩着要躲着 被他拿着拐杖戴着眼镜 他是谁的 大家都说 啊 他不是说五宿呢 老宿 宝宝们 教大家宝宝 这个更奇怪了 等一下他一坐 因为典传师们都知道 是后续第一次 不知道 他一坐下来 大家就给他敲背 敲膝盖 他们说敲一敲 背不好的就背就好了 膝盖不好敲一敲就好了 等一下我又清水这个天仙敲一敲 我们就讲 好了你起来换学校 去敲了 后学一去敲 哦 那个头重的就是还不起来 什么原因后学不知道 新闻就说 学校 你欠人多 懂吗 什么欠人懂 什么懂 哪里懂 然后呢 还好智慧有开 回到道场 就是只有牺牲奉献 还好你智慧有开 就讲这些话 然后呢 后学只能拼命的点头 头重的这么抬不起来 一直点头 等到先佛都退窍了 法会结束了 点传师我们那个八十岁点传 来来来 大家来扣手 牵扣手 哦大家那么这么 拜电都拿好再扣手 我要跟大家一起扣吗 好大家扣我也一起来扣 原来是什么 点传师知道 先佣讲的你欠人多 点传师有经验 我们不知道 他是在为后学 帮后学扣 一定过去 我们都是有因果 有业力才带到人间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吃了这么多的苦 真的是有原因的啦 还好 点传师帮忙指点以后 我们有在做一些回向 回向虽然不懂 但是点传师 我们都是正经在做 过了几年 从那时候开始 后学每天学校离佛堂很近 每天一下班 就赶快回佛堂 点传师教后学翻译 然后呢 后学一定是300扣500扣 季工老师对不起啦 你的这个徒儿 真的是破铜烂铁一个 你捡到这个破铜烂铁 不能用 后学都50岁 什么都不会 只有拜托季工老师 拿我批我用我 让我能够放空 能够学习翻译 想想 现在想想 真的是破铜烂铁一个 我们什么都不会 季工老师 不离不弃 从那么遥远的地方 把他捡回来 还能够 给我们机会 来够学修讲办 真的不容易 从那开始 点传师教后学翻译 每一场 有法会 然后回来台湾参班 不管是 南极宣王也好 不管是季工老师也好 古佛也好 那个 和仙姑也好 李天管 好多的先锋 给后学直接吃杯 然后呢 后学是很胆小很胆小的一个 一个小女生 先锋知道我们胆小 学家你出来 来你先来做翻译 你翻译 那个有四层楼 要一楼也听得到 四楼也听得到 然后就一楼的图 一楼的宝宝们 听见了没有 他们就听到了 四楼听到没有 先锋就告诉后学 你胆子很大 我哪里胆子 我怕得皮皮疤 事实上 先锋这么说是什么 把能量 把胆量就给你 只是我们不知道 那个天机而已 路就是这样子 这个主餐 经过这些不断的 在道场帮办 没有说很认真帮办 反正后学还没有当班员 就开始在帮忙做翻译 所以说后学告诉赖讲师说 后学真的是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 起步又满 然后又没有经过到场 这么很正规的训练 让后学来这里 班门弄斧实在是很心虚 但是先佛一点都没有放弃我们 就这样子不断的训练 慢慢的学校那里好多的家长 好多的有缘人都进了佛堂 后学每天一定要站在校门口 当红绿灯 后学跟季工老师说 后学就在门口当您的红绿灯 绿色的往我们佛堂 佛堂离学校很近 红色的你就stop 然后来面试的 那时候还主任 跟后学讲话 他们一讲的话 就很多很多的家长 都是带着孩子来再嫁给日本人 很多这种情况 一看到后学都还没有讲话 本来是在面试 眼泪都哭都嗨啊 每次都家长一来就把他弄哭 到底是为什么 这些家长 哎哟校长 我来日本这么多年 从没有哭过 为什么一见到你就想掉 眼泪就想哭 后学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才慢慢知道 可能是上天给我们一点时光 你照亮自己的 也给待方一点温惜 他看到你觉得安心了 能够放松自己的 异国他乡的日子够苦了 他已经够苦水 大概是这样 反正学校呢 从不到一百个人 就莫名其妙了 一百五 一百六 校长那时候还当主任 校长说我们如果到 一百八十个带你们去 好爱意去旅游 去旅行 我说好啊 没有想到一校两百个 超过两百 校长这个话就吞下去了 也没有带我们去旅游 不过学校呢 也翻转了 后学个人 人生也翻转了 虽然那时候还不到 一百八十度大转 现实还是现实 不过呢 心境是改变了 学校更没有想到 后来 我们的前校长呢 退休了 学校要征选新校长 开始是从台湾找的 一位过去那边 不到半年 他 他没有办法了解 日本的文化 乔校的文化 他住不下去 后来 理事会跟我们那个 代表 班师处 开始在筛选 要帮学校找一位 最合适的校长 这时候呢 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秘书 就打电话给后学 陈老师 陈主任 如果理事会呢 要你起来当校长 你千万不要推迟 因为呢 这个很重要 但是这个话 只有你知道 我知道 我们都不能告诉别人 是这样子哦 诶 果真 理事会 选选选选 选到最后 你最资深 你起来当校长 可是呢 开法会的时候 季工老师马上说 学校 升官不是好现象 有季工老师 这句话 我到底是接 还是不接 很犹豫哦 你若得不配位 你上得去 扶出来钉子 一定是怎么样 被打的嘛 因为大家都是基层上来 我说 后学就 可能季工老师 给后学一个 一个智慧吧 后学就跟理事会说 你们那么多的理事长 副理事长 你们选一个代理理事 代理校长 所有的工作 他说我主任来做 最后没有办法 我们说好 就是一个缓冲 那就是半年 让你学习当校长 然后教头 就来负责你的班级 那个副理事长 是基督教的 那个长老 帮我们到好多好多的忙 到现在还是帮我们很多的忙 他就是一个大公司的人 他来代理校长半年 然后或许才升任校长 然后没有几年 生校长 我们建校70周年 学校一直都是红字 黑字大翻转 学校的大楼赚钱了 老师的薪水增加了 我们的设备变好了 所有的大阪府 大阪市都说要给学生们 做这个那个 什么黑板 那个电子黑板 雷声大于点小 我们大阪中学校 虽然不是很大 我们说到马上做到 学校大翻转 我们那区叫做浪宿区 浪宿区的区长说 以大阪中学校为模范标杆 我们在办那个春节记 太多人喜欢台湾 台日关系 因为这样不断的升温 大家说爱台湾 然后呢 喜欢台湾 我们那个 东北大地震之后 哎呦 那个日本人爱台的情绪 达到追赶 台湾人真的是很不得了 太偉大 有一天我们办完春节记 后学在学校值班一个人 就门口 叮咚 有人爱 我说你什么人 一个人 我也不敢开门 他说前几天你们开春节记 从你们校门经过 又挂日本旗 又挂中华民国 台湾的国旗 我来跟你敬礼 三礼 给我三局 三局公 哦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办到就是这样子 在我们最身边 跟我们最有缘 对我们有好感 我们才能够把刀介绍给他 我想这是一个初步 反正学校是翻展 从红制办到黑色 学校人数从 不到100个 办到280个 所有有史以来是最高 但是后学都告诉自己 大家校长你带领的很好 理事会感谢校长给我们加薪啊 除了一年15个月薪 再加一个月薪 哪一个乔校都没有 大家都很感谢 陈校长 我们终于出一个女校 台湾的女校长 办到后学都感谢天恩师的 如果不是纪工老师 因为后学很真诚 然后呢 真的愿意为道场奉献 为众生奉献纪工老师 不会派这个天兵天将来帮办 这个学校 学校是教育下一代 更如何 怎么说 在海外要传扬中华 办华语 将来才能够跟道 无缝接轨嘛 所以说是非常有希望的 好 这个主餐 吃到这里 各位浅嫌觉得味道如何 酸甜苦辣 麻麻 又咸咸都有了 这个味道都过去了 我们给他站的时间太多 我们来吃个甜点好不好 现在后学在大阪光明宫道场是负责班务 照理后学实在是没有资格 因为后学没有当过班员 真的是一知半解 但是努力从台湾吸收很多很多的这些道场的资讯 台湾真的是我们天道的大王国理所当然 到从台湾传遍世界各地 后学告诉自己 上天家福是道着来的 后学后来有一次到 那个先翁讲这话之后嘛 丁过三年到泰国去 也是先翁灵坛 只是这次三才是泰国的三才 可是呢 先翁灵坛借窍一样 三才是谁都一样 哦 原来是这样 先翁说学侠又见面了 过去那些侃侃苛刻 吃苦聊苦 吃苦就像吃补苦尽甘来 那时候可能甘还没有来 但是已经给我们预知 先不过一定是先说后应 后学傻傻的也不知道 没有想到 后学有一天 去年真的是正式退休 所谓正式退休 我们应该65岁退休 但是因为呢 学校有很大的转机嘛 理事会说 陈教授无论如何 拜托你再帮忙两年 再稳一稳 你再退休好不好 我们都很按正规 按照大阪府的规定 还要去重写那个规则嘛 我们都很按照准则来的 你没有去这个动作 你又多做两年 算是犯规哦 那我们都按照 按不就的搬来 然后呢 这两年正好遇到疫情 前两年 我们零确诊 那么大的一个学校 我们的来路 都是由中国来的 各地来的零确诊 那不是天恩施德是什么 只一直到第三年 我们的Omicron的时候 我们才学生慢慢就确诊的 所以各位前贤 上天给我们的这条路 绝对是不二法门 我们都知道 不二法门唯一的就是我们那个玄关 云雷已经震开了那个物极土 我们的心门已经打开 无论如何 要紧紧握住天命金线 我们化圆的时候 化圆的时候一定原规插得稳 那个圆才会化得稳 你如果插下去 这个动来动去 一下子进啊 一下退啊 要办啊 不办啊 要修不修啊 修了三年退五年啊 那其实不行 这个中心点插在我们的玄关 紧紧的插去不动不摇 将来有一天 或许相信 我们呢 不敢说 道成天上名流人间 至少我们会开开心心 带着很多 跟我们 志同道合 我们的道伴 回家见母娘 到时候母娘会说 啊 你回来了 嗨 他带一妈 后面带了一大群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回来 那时候 我们在天上 一定还够相聚 那时候的日子 一定更完美 愿如果还不了 不能把相反 但是我们如果 回天 交纸了 将来我们像 白水生地一样 可以再乘愿而来 一万八年 八百年还长的嘛 如果那天 我们在人间 一定能够 更快乐的相聚 后学才出学浅 今天真的是 拉哩拉扎 跟各位浅嫌呢 分享后学的 心路历程 有前菜 有主餐 有甜点 但是呢 再怎么样好吃的 大餐套餐 都不如修道人 出茶淡饭 青州小菜 最健康 最合我们的胃口 那 不圆满的地方 尚请老母及诸天仙佛 赦罪 请点传师补充 各位前嫌多多包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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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